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是比较basic 讲一些那个网络的基本的知识 然后就是说大家有没有那个学过TCP和那个用过yshack 有谁学过TCP吗 学过是吗 那你可能看这方面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不知道你们这门课有考试吗 有是吗 那这个不考 放心好了 好 那就言归正传 那就是说我们公司的话Sonic Core的话是在那个 首先简单讲一下 我们公司在91年在美国硅谷成立的 然后96年的话在NASDA上市 然后2012年的话就是说成为DAIR Software的一部分 那我们主要是做网络安全产品 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几方面内容 一个是讲一下那个网络的基本知识 然后再讲一下是Security 大家在上网的话碰到可能是怎样一些安全的问题 然后再讲一下大概有怎么样一些形式的网络的攻击行为 然后最后讲一下防火墙 我们公司的产品其实说穿就是一个防火墙 防火墙就是在网络上保护你的网络的一个设备 那它大概是怎么样实现的 做一些怎么样的功能 等会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断我 我可能slides很多 但不一定能讲完 我们只要按字下课 讲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要讲那个网络的支持的话 最基本的我们做网络的话就是TCP IP的七层的协议 这一次的协议就奠定了一个我们网络的基础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上网 我们都用手机上网 都用tablet上网 那这些后面它所依赖的就是TCP IP的协议 这些我们所有网络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可以讲一下TCP IP协议里面有不同的包 TCP UDP ICMP 然后再讲一下这些协议大概是怎么样工作的 我们这些国际的规范怎么样在各个厂家之间 能够遵从相同的规范使所有的网络的设备 都可以连接在一个internet上一起协调的工作 其实internet的历史是很短 从1969年开始 1969年的话 第一个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project 就upnet 它就是说单个的计算机 在一些大学 著名大学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大学里面的话 它第一次就从四个大学的机器连起来 那时候的话计算机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东西 然后大部分人可能都接触不到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安全的问题 然后当这个机器的话连成网络的话 我们就有了安全的问题 所以69年我们有第一个世界上的网络的话 到7年的话我们就有了第一个病毒 所以有了计算机的话就会有病毒 然后这些计算机刚刚连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没什么标准 然后因为更多的计算机连在一起了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协议 大家可以在上面可以交互的信息 那第一个协议的话 它们发展是x.25 那这协议继续还在用 然后我们现在所用的TCBIP 就是在x.25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然后在1973年的时候的话 Zilux的话 Zilux这公司可能大家现在看到不大多了 是做复印机的 但它们其实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先驱的公司 我们的鼠标 我们的user interface 其实都是Zilux发明的 然后被Steve Jobs借用到Apple上去了 然后他们发明了那个叫Ethnet Ethnet就是我们的以太网 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网线插上去都是以太网 那以太网的协议的话是在93年的时候被缺裂的 然后到82年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TCPIP的协议的话就正式被那个确定下来 就TCPIP有的协议 然后他们写了第一个program 然后第一个virus 是在那个TCP协议上第一个virus是1980年 然后在那个88年的时候 有了第一个防火墙 这防火墙的公司是DEC 有学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同学的话 可能都知道叫DEC这个公司 是做早期计算机非常有名的 那家公司的话后来是被compact收购 然后compact又被HP收购 所以你现在的话可能听不到它的名字 但是它是做计算机那个上面的一个先驱的一个公司 他们最早提出了一个叫Firewall Firewall的话就是在防止网红上病毒的一个这样的概念 OK 然后到9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 Internet的话就变成一种商业化 那这时候的话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那Internet为什么我们都要用这些Internet呢 因为Internet提供了这些service 那这些service的话 我相信各位的话都在使用 那最早的service大家看到90年的话 是一个movie sharing的service 就是你可以share free的movie 那这今天还用了很多 那你看这些listen公司的话都是非常 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些service 我想很多你们都用过 OK 然后99年的话大家用的比较多的QQ 然后09年的话微博和现在的微信 这都是在那个网络的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这就是为什么网络我们今天会这样的popular 这就是那个OSI的七层的模型 大家如果学过TCIP的话都知道 就是说网络的七层模型的话 它有一个很好的把数据分张的一个模型 这样的话就是说 让我们各层之间的数据的话都非常的透明的可以传输 这所有的我们的网络的数据都依赖于这七层的协议 那你看到就是说我七层的application layer的话 我只要和对方的七层通话 我并不需要知道下面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 然后每一层往下的话 在下面一层的话 它会加一个它这个layer的一个包头 然后一直一直往下传 然后传到physical layer 然后再到对方的physical layer接触上去 一直再到上面去 然后把头一层层拨掉 最后就看到application layer之间相互在对话 那这个模型的话非常重要 所以的话我们网络安全的话 就是说也要是针对于这七层模型的话 来做我们的工作 这边有很多很多就是网络的协议 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service 都是借助于这些协议 那这些协议的话 都可以把它mack到这个七层里面去 OK 这些用的可能比较多的这些协议的话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话 在最高层的七层的htp的话 那这些大家都每天都用 你使用你的web browser的话 他就使用了htp的协议 那当然要使整个网络通讯 能够连起来的话 我们是需要这七层的协议都需要支持 那这七种协议一起 在工作在一起 就组成了我们一个巨大的internet OK 这边的话 可能大家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是DNS DHCP 这些协议 然后其实在网络上的话 你用过去抓包的话 你看到其实都是二进制的一个数据 任何的数据 在计算器世界的话 都是二进制的数据 所以你去看一个包的话 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ping 就是说你可以探测对方的机器 是否alive的一个tools 然后你在做ping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些 这些你看到的数据包 这些我就说的 它是每一层都加了它的头 那最上面的是Mackhead 是14位的Mackhead 就是表征了你的物理地址 OK 所以说A send到B的话 就A把自己的物理地址 和B的物理地址 发在上面 然后的话 然后我们在所有的internet上的话 我们都需要去寻止 这个寻止的话 是通过IP的address IPaddress是32位的一个地址 就像你们的一个门牌号一样 就是说我要把一个包 发到另外一个包子上去的话 我要告诉我自己的门牌号 和对端的门牌号 这样对方的话 就可以把这包再返回给你 OK 再回答你 所以的话 你必须需要有个IP的header IP的header是20个byte OK 然后在IP上面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协议 有TCP UDP ICMP 我这边的例子是ICMP ICMP是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OK 它上面的那个头是8个byte 然后这些头去光了 真正的是下面的Payload Payload是真正要传输数据的 OK 所以你看到是32byte Payload 所以你看到其实数据包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算得了一个很大的 其实是byte 但真正的话 其实是32byte 所以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overhead 比如说你家里的DSLINE 其实他们告诉你是10个byte OK 但是你真正传输数据是肯定不到10个byte 因为什么 一个是可能ISP没有给你足够的带宽 另外一个网络本身就有overhead 所以你不可能达到它理论上这些字 OK 你使用5C啊什么的 都有这样的限制 刚才说了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现在的话 Internet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那有这么多世界上成千上万家的厂商在生产这个网络的设备 那我们怎么保证这些网络设备互通呢 那是一个非常那个open的一个标准吧 我们叫RFC request for comment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出来 一个网络协议出来的话 你写一个RFC 然后的话别人可以去experiment这样 如果是好的话我们慢慢的话各个厂家会都采用你adopt你这个RFC 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规范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最新的是6830 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网络的协议的话 大概现在已经有6830种不同的协议 当然这6830种协议的话不是都在用的 很多的话都会被retire掉 那这边协议的几个例子吧 它可能是有的协议是update旧的协议 可能是obsolete 把前面的协议obsolete 有些只是information only 只是说介绍一些情况 还有些experimental 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做网络的话最最重要的 如果是你将来做网络的话 你会看很多很多RFC 就怎么样实现怎么样对不对的话 那我们的标准的规范就是RFC 就是大家统一的规范 你必须要遵守这样的规范的话 你的设备才能和其他设备互通 这样网络才能运行起来 OK 这边讲一个举单例子 OK 如果你要去打开一个网站到百度.com去的话 其实我们这里面使用了很多很多的协议 才能把你这个page给load起来 那具体来说的话 首先你的机器启动起来的话 你首先需要有一个IP的地址 那这IP地址一般会有一个server给你 那我们是用的DHCP的协议 或者是用Static 然后的话 我们刚才说过了 所有的网络的地址 所有的网络 你要发一封信过去 通过是IP地址 那如果我要去访问百度.com的话 我很难记住一个三十二位的百度的地址 OK 这就比较麻烦 这样的话 我都是记三十二位地址比较麻烦 所以又有一个协议叫DNS Dominium Service 它就会把你的名字转化成你的IP地址 所以的话 你首先如果我要去访问百度.com的话 我首先会问这DNS Server 它的地址是多少 然后这DNS Server会告诉你 它的三十二位的地址 然后你就拿到地址了 然后拿到地址了 你还不能送 首先的话 这个数据出去的话 就要转发 转发的话 我要知道我的gateway网络在哪里 这个好比就是说 我们要发一封信给对方的话 我不能写好了信了 我不能直接投递给他 我要找到我的最近的邮局 那邮局就是我的gateway 所以你要首先找到你的最新的gateway 然后这gateway上面的话 你到了这个邮局的话 它怎么知道 再分发到最终的邮局到最后去呢 那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就是Rotting的protocol 就是说转发的protocol 那这个呢 它会就是说帮你找到最终的 或者最快的一个传输的一个路径 然后这做到了以后呢 你还需要有个up 刚才说过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PackCapture上看到的话 除了IP头的话 我们还需要Mac的头 Mac的头的话 我们就需要对端我们gateway的物理地址 那我怎么知道物理地址呢 我就需要有一个up的protocol 那up的protocol就会帮你告诉你 这个IP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的一个Mapping 然后你这些都有了以后 那你才可以发包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 我要发到什么地方去 我要先发到哪个gateway 然后在这上面 我们运用的协议的话是HTP 然后是网络的那个参数的协议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 其实用到了我们的很多很多网络的协议 那为什么讲这些呢 其实这些协议本身设计的时候呢 是在刚才说的大概在六九年的时候开始的 所以这些协议本身设计的时候 它并没有把安全的因素再考虑在这里面 所以这些协议本身设计呢 有很多安全漏洞 这样就给我们网络呢 带来很多的隐患 那这样就给这些攻击者呢 就有了很多的机会 那当然这些协议因为已经是通用的协议了 我不可能现在把所有的协议还去完全的去把它改变设计一套新的协议 因为这样的话旧的这些网络设备都不能work 所以我必须要在旧的协议上怎么样去加一些东西来保证它的安全性 下面就讲一下那个安全的问题 那刚才说的这些网络协议 我在传输数据的话 我大概如果有一个hack的话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它basically可以做三件不同的事情 一个是监听 你所有的数据在外面传输的话 我都可以看到 我在同一个网络上通过网线都会看到 如果大家用wireless的话 那所有的网卡都可以看到对方发的数据 所以这些数据的话 其实我都可以真听到 另外一个是hijacking hijacking的话就是说 你这个链接 你就像一封信一样 你送给 你写给别人的话 那中间的途径的话 就是可能别人都可以把你的信给拦截下来 然后它可以串给你的内容 然后把这信继续发下去 那这是hijacking 另外一个是deny service deny service是拒绝服务 就是说 它要做的就是说 让你整个网络瘫痪 让你的 因为你网络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我都给你一些垃圾的邮件的话 你那真正的邮件就没办法去分发了 想象一下一个邮局也是一样 如果我一下子给你写一百万分信的话 那你这个信箱里可能都是些垃圾的邮件 那针对于这些的话 我们能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那我们其实要实现 在网络上实现的其实就三个目的 一个是那个 私密性 我们所看到内容的话 我们保证这些内容是不可能被别人看到的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保证是完整性 我的内容送过来的话 没有被别人篡改过 如果这内容篡改了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真实的目的 你要发这个报文是什么目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 那个 authentication 就是说认证性 这个信件送给你的话 我必须知道确实是你送的 并是别人假冒你的名字送的 你在传统的写信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你的笔记来认识 然后在网络上传送的话 都是那个二进士的数据 所以的话 我看到两个二进士的数据的话 我根本没法区分是哪个sender发出来的 OK 讲到加密的话 其实最最原始的加密 可能在一千多年前就那个有了 那这是 这个方法是那个凯撒大帝 Julius那个Sizer 他发明的 OK 他是最最简单的 那个加密的方法 就是一位加密 OK 他把那个ABCD DEF的话都一位 所有把写D的地方都写成A 这是一个最最简单的 一个一位加密法 OK 然后这边 他们古代的发明了一个装饰 这个DICE 你可以转 转到的话 你看上面的字母 就对应下面的字母 就这样可以加密 然后解密的话也是一样 你反向的话 把它那个 lookup一下的话 就可以到解密这个数据出来 这是最最原始的 那个加密的方法 那现在的加密的话 当然用这个是不行 这很容易被攻破的 那个加密的方法 现在的话 我们加密的话 一般是用 我们现在modern这种算法 那我们最多的话 是用的流加密的方法 流加密的方法 这边举了几个例子的话 一个是手机 手机上是常用的是 A51和还有一个是 我们在电脑上用的 最多的是RC4 RC4加密的方法 它是也非常简单 它把一串数据 你原来过去出来 它还有一串是key 然后把这key的话 和数据的话 做一下异货 然后就变成密门 发出去了 然后对方的话 那个拿到这数据的话 再和他同样的key 再做一次异货的话 就回来原来的数据 所以异货的话 大家学过异货操作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 你把它一或两次的话 就变成它原来的数据 OK 那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在计算机里面 用的最多的加密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它速度很快 因为它这个 这个做XOR的运作的话 是在hardware里面 是一个atomic operation 它可以在一个 CPU cycle里面 就可以完成 除了那个stream cipher的话 用的很多的话 也叫blocking cipher blocking cipher的话 它是做一块一块的块加密 就把一块数据的话 一块拿出来 然后再加上一个key的话 再加密出来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它达到的安全性能的话 会比那个 原来的那个stream cipher 更好一些 那这些加密的方法的话 我们一般用的最多的是 DAS TripleDAS AES 这些是用的 比较多的 那个加密的方法 那这些的话 因为它的运算比较复杂 我们一般有那个 硬件的 专门加速的模块 来做这些操作 那这些加密的方法 其实解决了 我们刚才说了一些 就是 私密性的问题 它有了这些 加密的方法的话 就能保证 我们数据的私密性 那怎么样保证 我们数据的 那个 完整性呢 我们是用了一种 hash的方法 那hash就是 怎么说呢 就把一段数据的话 就是说 哪一个 做一个hash的运转 它最后得出一个值出来 然后 这样的话 我只要每次看 我得出的这个hash值 是不是对 如果hash值不对的话 那我说明 这个数据的话 已经被篡改了 那hash是非常有 怎么说呢 是一个数学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 one way function 就是说 我从一边算到另外一边的话 很容易 然后我要通过我的 有了一只hash 我算出的名门是什么的话 那几乎是不可能 那这是我们能够保证 就是说 我们hash里面的话 能够保证 做到我们的数字的完整性 那hash的方法的话 有很多很多种 这边列出来有很多很多 然后在大概十多年以前的话 我们最常用的hash的话 是MD5和夏温 这两种hash 我们是最常用的 那最近这几年的话 其实那个 这两种的话 已经被淘汰了 那大家听到过 有一个 其实这方面做的一个 非常突出贡献的 是一个 我们中国的一个学者 叫山东大学 叫王小云 大家听到过吗 听到过 对 他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他在那个几年前 把MD5攻破 然后又把夏温攻破 他攻破的原理 攻破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原来一段名文出来的话 我有一个hash的值 然后他用他的方法的话 可以把你的名文改变了 然后算出来是同样的hash值 那这造成了一个结果的话 就是说 我现在即使拿到了这hash的话 我并不能保证 我数据的完整性了 如果被篡改后 他也能算出相同的hash值来 所以他这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也因为他的工作的话 我们所有的 所有网络上面 协议上面 前面用的证书的方法的话 全部被reassign了 把这些方法全部给 那个原来都是用MD5 夏温做的话 现在全部被replace掉了 然后讲到加密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 就是说 我就是非对称的加密 刚才我们说的 StreamFlycer和BlockCypher的话 它都是一种对称加密 什么叫对称加密 它加密和解密的密钥是一样的 那还有一种算法的话 叫非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的话 它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公钥 一个是密钥 然后公钥和密钥 是可以不相同的 但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解决了我们 这个Key的 我们密钥的一个传输的问题 大家知道就是说 我如果要加密一个数据的话 那刚才试用的 那个对称加密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怎么样把这个 密钥交给对方呢 因为我首先没有一个 加密的通道 我不可能把密钥交给对方 所以密钥的那个分布的话 怎么样去管理的话 是成为一个问题 那那个非对称加密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有两个Key 一个Public Key 一个Private Key 那Public Key我可以随时的给别人 然后Private Key 我可以自己拥有 这样的话 我就解决了一个 Key Distribution的问题 这样我就可以 不用去管理我的Key 我可以把我的公钥的话 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但他们不知道我的私钥 所以他们解不开我的包 然后他们给我送包的时候 用我的公钥来加密 这样只有我才能把这个密钥给 有着密钥的才可以把那个解出来 然后他用的是那个数数里面的 数学里面的数数的一个理论 他做这个Key的话 产生的Key是这样 就是说你首先选两个大的数数 P and Q 然后你再把P和Q的乘以下 乘出了一个值是M 然后这时候的话 你再次计算一个P P是P-E乘上Q-E 这些都是大数 然后的话 你要再选一个E 然后选一个E 是让P和E是负为质数的 那负为质数的话 一般选的比较多的是三 三和大部分的数字都是负为质数的 然后你选个E 选完了E的话 你要去找一个D 然后D呢 有满足什么样的特性呢 D和E相乘 然后再对N取摸是E 只要满足了这样一个公司 他们就成为一对Key 然后Public Key就是两个 一个E和N 然后Public Key就是D和N 所以你把E和N告诉别人 你把D自己藏着 这样也就是你的私钥 然后我们当加密的过程 是这样实现的 你有一个Message N 然后在Message N的话 然后你要去把它加密的话 就把N做的E字方 做完了以后 再对N取摸 然后解密的话 非常简单 解密的话 你拿到了一个加密的数据 N的话 你拿到了一个加密数据C的话 你在C 然后再取它的D字方 然后再对N取摸 这样你就把那个Message 给那个解出来了 大家看到这些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运算 因为它P和Q的话 都是非常大的字数 然后要做这个N次方以后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 非常对计算机来说的话 是对计算能力 是非常大的需求 所以它能达到安全性 它对了带来问题的话 就是说我们整个来说的话 对我们的CPU 对我们计算能力的话 都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怎么样的算法 它可以简化的时候 其实用到了一个 我们中国的一个 孙子算法里面的一个理论 OK 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个数是多少 这个数如果除上3的话 金物不知其数 除上3的话是余2 除上5的话是余3 除上7的是余2 问这个数是多少 有谁知道吗 算得很快 怎么算出来的 猜出来是吧 OK 猜得不错 对 就是 等会有个礼物给 给 它其实在中国的话 在孙子算法里面 它有一个算法 它就用这个数学公式的话 可以马上可以算到 另外一个数是多少 这就是它的公式 但是在 当然在这几千年前的话 中国并没有 数学并没有一个 严谨的算法去证明 那这个理论的证明 是最近刚刚被完成的 那不管怎么样说 用这个算法的话 可以极大的简化 我们那个 公要和私要加密的 那个算法的那个难度 所以这在 怎么说 在这个现代的加密学里面 也是我们中国人做的贡献之一吧 OK 那刚才说到了 我们公要和密要的话 那它的实现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去网 访问一个网站 叫 comfamily.com OK 这时候的话 它会把它的公要给你 公要给你 拿到你的PC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用它的公要 加密这个数据 然后传输数据 然后对方收到了以后的话 他就可以用它 是要去解密 这样的话 你就能保证 有端对端的安全性 在中间的话 任何人的话 都不会知道 你传输的是一个 怎么样一个数据 OK 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 其实 这只是一个示意图 但真正的在网络上 我们并不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不是这么做呢 因为在RSA计算的话 开销太大了 我对每一个数据 都是要去做 这样的运算的话 会很慢 所以真正其实做的话 我们在 我们真正的网络协议上 做的话 它这里面 RSA传输的 并不是数据本身 而是一个 一个 对称的密钥 就他把对称的密钥 用非对称的方法 加密给对方 然后对方拿到了以后 就拿到了一个 对称的密钥 然后后面的运算 其实是用 对称加密的方法 来实现的 这样他就达到了 两个目的 一个是 把key给你了 另外一个 他又可以 把他的算法 可以简化 可以用那个 对称的密钥来进行 所以一般 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 加密学的话 都是基于这个原理来做的 OK 那这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key 是怎么样传播的话 那这张图里面就讲到 就是说 我有一个非对称 首先你要产生 一个公钥和密钥 然后的话 那有两种方法 一种的话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公钥密钥 然后把那个 我们对称的key的话 用这个密钥来 那个加密传输 对方 还有一种是key agreement 这样的话 在那边那张图上 是两个人 各有一个公钥密钥 然后他用对方的公钥 和自己的密钥的话 做一个运算的话 可以运算出一个 唯一的一个 对称加密的key出来 那这样做的目的的话 就减少了一个key的 一个传输的过程 它的key就是两边 都自己计算出来的话 那这也可以同样的 达到目的 所以这是一般加密里面 两种key生成的方法 那还有一个隐患 就是说 我生成了这个key的话 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解决了加密性的问题 我们解决了 我们的完整性的问题 那我们怎样知道 我们的那个认证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 这个key就是你的key 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一对key出来 那我怎么知道 这就是对的 比如说我去访问一个 你的银行的网站 你的工商银行 他会给你一对key 那我就 如果我trust他key的话 我就用他的key的话 我会把我的工商银行的密码 账户就用他加密 加密账户送给他了 然后他如果不是真正的工商银行的话 他就可以拿到你的密码 那我必须要知道 我访问的这个网站 就是thekey 就是他的key 那在这里面 我们用的是一个 那个证书的一个方法 一个签名证书 这个可能大家都看到过 如果你在内用你的浏览器的话 你在浏览器里面的话 可以看到certificate 这里面就是一个签名的证书 一个certificate 那certificate它达到了什么目的呢 certificate达到目的就是说 有一个第三方的认证机构说 这个key确实是属于这家公司 那我能保证 就是说这个key确实是属于工商银行的 那这个第三方的机构的话 他会去认证这个key 然后我们和一个网站去对话的时候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一张 经过认证的证书 这证书里面就包含了 他的publickey 然后还有认证机构的那个 认证的那个information在这里面 那所以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 那个认证 所有的安全的认证的话 就依赖于这第三方的机构的 作为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的话 当然也说过 他认证好了以后的话 他也是需要有产生一个hash 在里面的 保证他认证的那个证书被没有串给 那这些hash的那个方法的话 也就是刚才说的MD5 夏温 那后来因为被攻破了以后 所以认证整个体系的话 相当于就被攻破了 所以现在证书的话 你去看一下的话 都是换了新的那个认证的方法了 现在比较通用的是虾兔 那个更长更安全的一个认证的一个hash的一个算法 然后他会告诉你的网络上会告诉你certificate是OK 所以他是怎么说 他就是说这个brother认为这certificate是OK 那他怎么知道这certificate是OK的呢 大家使用不同的电脑上网的话 不同的操作系统 Linux Windows Mac不管怎么样 他机器在OS出来的时候 他预装了一些叫root certificate 这certificate他是被相信的 所以的话你的机器你拿来的话 你已经默认对这些CE上映的证书都是被认证的 都是相信的 而别人的上映的你不被相信 所以他是有一个chain 你看到是一个链 数据的一个链的话 我们比如说我访问一个在Google的网站的话 他是被Google的authority他的CE签名过 然后他最终Google的CE又被一个geoTrust这个CE上映过 然后geoTrust其实是我们最top的 我们叫looseCE 那这个CE的话是一般我们在brother里面是 是预先被接受的 所以只要在这个签上的所谓certificate的话 都是被trust OK那证书里面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 证书里包含的就是说 就是这些项目 一个是common name 就是说到底是你的证书是到底是什么网站的 如果是我是工商银行的网站的话 我签名的证书一定是工商银行的网站 不能是其他的网站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有用的话是 他是被随那个签名的 issue 是随那个签署的这个证书 那这张证书的话 这个例子是叫verisign 是一个公司被签署的 OK 然后证书的话还有一个比较那个有用的是那个validate 这证书是什么时候有效的 一般证书都不会签很长的有效期 他一般都会签一年或者两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算法的话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不安全了 所以所有的证书都有一个有效期 然后过了有效期的话 你必须重新签署一张证书 然后这就是他的那个签名 你看这些证书的话 我刚才说的他可能还没有改 还是用了夏尔文和MD5的签名的 那从理论上来说 这些证书其实已经是那个不安全了 然后证书呢 那个里面呢 这张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没有写 那还有些证书的话 我比如说我签发一张证书出去 我这些证书的话 我把我的密钥给丢了怎么办 那别人都可以解密我了 这样的话你怎么样去防止这些情况出生 发生如果谁哪个hack 把我银行的密钥给偷了 然后的话那你以后再去接这个证书的话 你的数据都会被他可以被解破 所以呢在这证书里面 还有一个还有一项他没有写的话 就说叫revocation list 就是哪些上面的证书已经被revocate 被取消掉了 所以你一般是到一个公司去签署一张证书的话 他会告诉你这张证书 然后他会再告诉你一个地址 你可以去check 就是说我这张证书是不是有效 那这使用了网络上另外一个协议 可以去叫rli certificate check status check protocol 所以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协议去保证 这网络上的那个证书是安全 OK 这些就是说你如果打开你的浏览器的话 你找到你的证书的话 它会有一项叫trust root certificate authority 这些就是我们世界就是应该是世界上通用的我们这些trust证书 那这些在所有的OS里面都装了相同的证书 那这些是那些第三方的公司那个签署的那个证书 他们是专门做证书签署 那当然最有名的是Varysign Varysign这家公司的话 他们是那个被RSA收购 我们刚才说到RSA这个算法的话 他们有一家公司也成为一家公司叫RSA RSA的话现在又比EMC收购 然后他们是做证书最权威的一个公司 OK 然后大家上网的话 其实你经常会看到会弹出这样一个窗口对吗 看到过吗 如果看到过这样一个窗口的话 其实就是我领你 就是说我的证书check的话会有问题 如果你继续往下走的话 你可能你的数据通道就是不是安全的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窗口呢 一般的Brother会帮你看三件事情 首先看对方证书是不是被我允许的trust CSI 如果不是的那谁都可以去上 你自己都可以setup一个CA去上别人证书 那这样他就会他就会有证乎你 另外看的话第二个check的话 他看这个certificate它的有效期 是不是在我现在当前的日期里面 这也是他要去check 另外一个是看就是说 我certificate的上面的common name这项 和你上面type的东西是不是一样 我比如说typebank of america的话 那我证书上的也是一定要bank of america的证书 所以的话一般Brother会帮你check三件事情 如果这三件事情是matched的话 那你应该相信就是说你的数据通道是安全的 如果这warning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有这warning 那很多钓鱼网站的话 他就你就会碰到这样的warning message 他会欺骗你就是这件事情 OK 我们是11点半结束对不对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slides的话 就今天上午的话就讲到这边 下午的话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网络上的攻击 他是hack是怎么样通过怎么样一个手段 来攻击我们的网络的 然后作为一个防火墙的话 我们是怎样去防止这些攻击的 这大概是我下边讲的内容 那关于今天上午讲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OK好 我们可以提前一分钟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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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